W3School跟Windows Script的技術 就是一個CHM 就是一個說明檔 我是覺得它整理的還不錯 所以提供了各位參考 像那個W3School 你把它保留 不過它這個開啟比較麻煩一點 它需要先把那個封鎖解除掉 因為在Windows 7以後的版本 只要你是CHM 它預設就是把你當成是 可能裡面有病毒 或者是有可能有什麼東西 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東西 它還在開 在下載 那記得就是說 你要先怎麼樣 把那個它這個檔案 把它先開起來 記得就是說 要按右鍵內容 右鍵內容裡面 注意看 因為現在還在下載 還沒下載完 右鍵內容裡面 記得右下角有一個解除封鎖 如果你解除封鎖之後 裡面就有相關的說明 W3School這個說明檔裡面 它幾乎把所有的像JavaScript JQuery HTML5 CSS 反正許凡你需要知道的重要技術的相關說明 它都幫你包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檔案其實還滿有參考價值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邊提供給參考 不過現在期望一直下載 是不是有點 按右鍵 再下一次 它檔案不大 然後 OK 大概是這樣 記得就是要解除封鎖 不然的話可能看不到 那再來的話 我們後面還有幾道題 還有兩道題目 今天可能要把它 就今天把它講完了 那其他部分 請各位就是自行在練習 剪刀石頭布 那這個地方的邏輯 大概說明一下 第一個一樣 反正就是你需要得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使用者出剪刀石頭布 第二個是電腦出剪刀石頭布 好 那你知道電腦跟那個使用者的 出的剪刀 那再來怎麼樣 你要去比較 那比較的話 有幾種可能性 有沒有 幾種 三種 第一種是平手 出一樣的 對不對 第二種是 你使用者贏的 除此之外 那就是電腦贏 所以就是使用者 不是使用者贏 就是使用者輸 那我的邏輯是這樣 其實當然程式越寫越 當然越簡單越好了 很多種方法 這邊下的下 我們來看一下 記得就是把它開起來 那裡面的話 開這麼慢 按右鍵 內容 如果你要解除封鎖 OK 因為很多人 其實我剛開始 我不太知道 其實為什麼很多 CH院 我以前有CH院說明檔 全部都不能開 因為呢 他還要多做 有解除封鎖 按確定才可以 這個你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檔案 裡面其實還蠻 包含的還蠻多的 包含就是哪一些呢 只要是程式語言相關的說明 它這裡面都有 比如說我們常用的 像JavaScript 它這邊是放在JS裡面 那JavaScript裡面的 相關的比較重要的一些 方法啦 屬性啦 或者是一些 比較重要的說明 這邊都有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 稍微查詢一下 還有什麼 它是大陸那邊 所以有些簡體字 但是還可以參考 裡面的話 有跟表單的驗證 等等的 另外 Json檔 什麼叫Json檔 這邊當然有一些 相關簡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除了這些之外的話 還有像什麼 CSS HTML5 JQuery有沒有 我們前面有用到JQuery JQuery裡面都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對於那個 相關的技術 有一些比較進一步了解的話 這裡面都有 OK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記得就是下載之後 按右鍵內容 記得這邊有個解除封鎖 如果你沒有解除封鎖 打不開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部分 剪刀石頭布這個範例 那裡面的話 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這一題 還有那個下一題 看把它講完 OK 首先的話 一樣 我去連結這個按鈕 再來呢 一樣是第14題 那首先的話 我要先產生一個 剪刀石頭布的陣列 那產生陣列的方法 我這邊有個宣告 HAS 等於New Array 這個New Array 前面講過了 那剪刀石頭布 特別注意 它第一個陣列的位置 一定是0 第二個1 第三個123 對不對 那我本來是寫什麼 就是本來是這樣子 剪刀 石頭剪刀布 那可是問題呢 它的陣列位置 石頭變0 那0跟將來使用者填的數字123 剛好又必須插1 那插1的話 變成要把它加1了 所以我覺得很麻煩 後來怎麼辦 其實乾脆這樣好了 在這邊怎麼樣 再多一個陣列 這樣好了 那你想說這陣列做什麼用 其實沒有用 只是怎麼樣 反正空下來嘛 未來我要抓這個陣列的位置的話 那我就抓一樣123 這樣的話我比較好理解 不然常常 在撰寫成詩的時候 常常會想說 到底哪邊要加1 哪邊要減1 加1跟減1頭就很大了 有時候光一個小細節 你就可能寫錯 所以有的時候 你在撰寫成詩的時候 當然不一定要拘泥說 你那個地方 同學都轉不過來說 老師那你這樣不是浪費一個空間 浪費那個空間又什麼 其實現在Rain那麼大 怎麼會差 差那個一點點空間呢 對不對 好寫比較重要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會有這樣的寫法 是叫做取巧 OK 寫成詩有的時候 還是難得取巧一下 對不對 取巧一下 事情就解決好辦了 你看嘛 每個地方都要面面俱到嗎 是不是 你要封一個完人給你嗎 是不是 你 沒有必要啦 程式我覺得好理解 簡單就好了 但也不要太誇張就好了 有些同學不會寫回圈 就怎麼樣 寫竹航去寫 像那個 剛剛那個星號不會寫 直接寫輸出一個星號 兩個星號 三個星號 竹航 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啊 可是問題那沒有意義啦 OK 我們主要是去寫那個東西 好 那第一個 我有一個陣列了 所以陣列空間 0123 123有意義 好 再來的話呢 我亂數產生一個computer 的一個 但是它出123 所以我需要 讓電腦跑出123這個亂數 那如何讓電腦跑出123這個亂數 前面好像有講過對不對 用mess.random的這個方法 去產生一個什麼 特別說mess.random 我先怎麼樣 它會產生0到1 0到接近1啦 所以會產生最小是0 最大是接近1 但是不會是1喔 是0.999999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乘上3的話 那就是0到多少呢 2.9999 OK 也不會是 不會是3 最大 等於是0到2點幾 那這個時候 當然我用pass in 就是意思就是怎麼樣 把它的那個小數點去掉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就剩下0到2 那0到2呢 你如果把它加1 那不就是1到3了嗎 所以這個也是 一種取巧的寫法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產生一個亂數 1 2 3 其中一個 然後呢 這個地方我加了一個這個啦 avent 因為我也是在跟你那個寫法一樣 我擔心說 我到底電腦跟使用者出的 兩個比對 因為我不確定說 到底有這樣寫的邏輯 對還是錯 所以我可以先把它輸出 確定一下 所以我這邊把computer的1 2 3 先輸出一下 然後呢 再來 當然將來你這邊可以把它註解掉 不執行 不過剛開始在除錯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小技巧 那再來的話就是使用者的 所以宣告一個陣列 電腦的使用者的 然後呢 輸出就是 請輸出剪刀石頭布 那使用者這個user部分就收到了 再來的話呢 要顯示雙方的權 所以這邊的話 我出 特別注意喔 has 如果你要抓裡面的1 2 3的話 那就把它用一個中刮糊 裡面放進什麼 它裡面的數字 如果輸入1 那剛好就是石頭 2 就是剪刀 3 就是布 那這個立方好處是 不用加1 有沒有 如果你用原來的寫法的話 那你必須要再加1 那有時候加1 有時候不加1 有時候要加1 有時候要減1 頭都暈了 所以喔 我講過這個範例是從那個 有一本叫明解Java裡面參考 它裡面就是一下加1 一下要減1 加1減1 然後每次要解釋加1減1 學生也是聽得一頭霧水 後來我乾脆喔 用剛剛那個方法 啊你出什麼 欸 這樣就簡單的 反正就1 2 3就對了 好 那再來的話判斷 判斷的方法 其實喔 那本書寫的也非常複雜 不過後來發現 簡單一點 反正第一個螺一覆 如果兩個都一樣 平手 如果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判斷什麼 使用者贏的 贏的狀況 什麼狀況呢 當什麼呢 它是1 就是石 比如說石頭 電腦出剪刀的時候 那就你贏嘛 第二個或 這個就或 或的話兩槓 OK 或什麼呢 你如果出什麼 出布 那電腦出什麼呢 電腦出 跟著一下 應該是剪刀 它出布 或者是你出布 它出石頭 有三種嘛 就是表示你贏了 反之 就是你輸了 這夠簡單吧 其實我是看那個 那本書裡面還寫個回圈 還用度回圈 寫的非常複雜 我想說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就這樣解決過 後來測試也應該沒問題 好 這個地方的話 它最後的話就是平手 你贏了 所以最後寫完之後 其實程式應該沒有很複雜 而且蠻容易理解的 這個是確定是我寫的 因為 很簡潔 因為我的寫作習慣就是 越簡單越好 所以剪刀十二步 那這邊 它會先跳三 所以石頭、剪刀、布 所以這個時候電腦是出布 那我要贏的話應該要出什麼 布的話 剪刀、所以我出二 二的話我會不會贏呢 來按確定 我出布 你出剪刀 那 你贏了 OK對不對 沒錯吧 好 那當然 所以最後記得要把那個Alarm 給關起來 不然的話 你永遠都知道電腦出什麼 那你再出另外一個 那怎麼樣你都是贏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一題其實程式有點比較小複雜 不過等一下我會幫各位一樣先截圖 貼到那個雲端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你先想想看好了 這程式還蠻有趣的啦 將來如果你要把它改變的話 其實還可以改成很多種遊戲 其實寫法都有點類似 另外那個我們班長也有一個那個猜數字遊戲 他也很大方的把那個程式 APK分享在那個LINE裡面 所以其實有興趣的同學也可以看一下 其實寫的已經不錯了 美工再加一加其實還蠻好玩的 再來就是增加一些可以記錄的功能 或者甚至將來可以把它記錄在雲端上面 可以跟其他人比賽的話 對啊 那這樣子 其實就還蠻有那個好玩的 因為其實還蠻好玩的 你一直在那邊動腦筋 到底要拆幾號幾號 好